也无怨 秦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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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竹 风竹在 两天后 把他送到大佛寺附近 切记不要在寺里 也不要离得太远 小的会用血 在地上模仿清玉桑的笔记 写下一个方字 然后再在他致命的地方 做一个心悦的标记 夕月伤口要如何做 你还要请教婉妹姑娘 阿强姑娘 那个夕月伤口 我也会做 轻易丧在叫婉妹主子的时候 我就在窗外停车 二月 像你这种寡情的人 完全不懂得忠义二次 枉费我心润 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回家 你能否出现 你再在家 把你留在我里面 这些孩子 都已经哭了 你卫生死了 在算是 至少 未受死 结果 最后 只是 让我 无邪心肠 什么东西 若不是晚乡主子高升了 我配不上 哪儿轮到你对我横背书也 晚乡主子 二月只是嘴上讨过便宜罢了 您大人大量 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你更应该求饶的是 你的晚妹主子 他如果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告诉了城主 你就要去刑堂走一走 二月知错了 二月贪生怕死 求晚乡主子之招 救我一条狗命吧 先发制人 然后什么错 都抹得过去 二月知道了 我去 方某主 公子今日前来 何把杀害韩修的凶手 一块儿带来了 非但没有 我还想和方某主 重新商议一下条件 公子虽是个王爷 可如今在江湖中行走 方某不得不提醒公子 言出必行 方某主说笑了 凶手我自然会交出来 但这一次 我是为另一件事而来 怨文几乡 我想与方某主商议 主动请辞韩修银业生意 并交由我来管理 另外 还需要方某主 你一份书信给我 我带去雪岩楼拜山 若拜山成功 你我三期奋赏 我为何要这么做啊 图个皆大欢喜 稳赚不赔的买卖 我拱手让人 我倒想听听 哪儿来的欢喜啊 银子是会少赚一些 但我也会帮你 压下一些事端 比如 秦玉桑的生母 此事方某也略有耳闻 不过空血来风 公子不必在意 略有耳闻 谈生意的第一药物 就是要表礼如衣 言行一致 秦玉桑的生母 现在正赞助我鬼话车 手里还留着当年的卖身器 而且据他所说 他昨日登门拜访于你 你还口口声声答应他 带他去秦府认亲 现在却离他来找你 还不到十二个时辰 你却说 有所耳闻 是否有所耳闻 方某主 不地道 既是如此 你把卖身器拿来 给方某一关 方某再做打算 事情是真是假 你心中一定有数 在我看来你要卖身器 也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 小王自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就会借势造势 不如这件事传了出去 方某主 恐怕对您和秦大侠来说 都只有名义受损 给江湖人一口舌 方某主 您不会连这点账都算不清吧 明日我就把白山铁送到府上 明日我就把白山铁送到府上 我还有事 工资请办 日后有了炎业之称 我更会时常与方某主来往 到时候 方某主一定受益良度 恕不愿送 告辞 已到了 昨天才 根本 düş的 主佑 看我 ひ劾 爹 友 傲闻 巾 李 李 李 各位 在下并非误闯 而是带着引荐书 前来拜山 你姓自明谁 是谁引荐你来的 若是学院楼的首座来问 我自然回答 可各位 还都只是楼落 就免了吧 下回就没那么客气了 让开 岳飞 在这等我 鬼化城听着公子 见过盐帮手足 你 就是那个接手含羞生意 还没来拜山门的吧 在下出涉此行 不懂规矩 所以委托方孟主引荐 特来补败山头 望手作海涵 数目倒客观 只不过 还差点意思 请首座明示 阁下可知 想入此行 须闯三关 愿闻其想 第一关是胆识 你能入得了血颜楼 证明胆识尚可 第一关算是过了 那第二关呢 第二关是彩雪 请阁下抬头 猜猜殿墙那幅画 供的是哪位神 我们亲び过了 请不吝点赞 チョコ 照片 小伙子 要